踢、踢 嘉莉 踢、踢 嘉莉,你別以為你在踩我一腳 然後這樣踢踢就像跳踢踢舞一樣 當然不是,大家都知道 踢踢舞不是這樣跳的 那你剛才又做了什麼? 踢、踢 因為我想踢你,再見 SMK TAP DANCE 有夢想,有技術 令更多人喜歡跳踢踢舞 用自己三腳跳出無限可能 我要上ATV春晚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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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c Tac舞是現代舞蹈的其中一種 起源於20年代的美國 由於這種舞蹈比較自由 沒有太多形式上的限制 所以舞者會比較著重在指尖和腳跟上拍擊節奏的技巧 Tic Tac舞的表演者會穿上獨有的舞鞋 運用腳的各個部份 然後在地板上拍擊 然後發出了多種不同的Tic Tac聲 再加上舞者獨有的優美舞姿 就會形成Tic Tac舞的獨有魅力 Alice 為何你會跳Tic Tac舞而不跳其他舞 其實我之前都是跳其他舞 我本身自己對於節奏感強的東西都很有興趣 有一次機研考核一下 老師請了我去看她一個Show 我又發現原來Tic Tac舞的節奏感也很強 而且她看到老師動腳很少 但又有很多聲音出來 覺得很有趣 所以在那個時候就開始學Tic Tac舞了 Mandy 你覺得跳Tic Tac舞最困難的地方是哪裏 Tic Tac舞我自己覺得 是一開始學的時候 對腳不是很控制得到 因為我以前學其他舞 那腳舞其實要鎖得很緊 但Tic Tac舞其實腳要很放鬆 得來又要有力 所以就很難去控制得到 而且又要很快 有時要節奏很快 就跟不上 其實是因為之前學的和之後學的不同 未能即時可以協調到 對 兩種舞種要求的東西都不一樣 所以一時轉不到 亦都沒有控制得到自己的身體 對 挺難的 Anthony 你很厲害 你跳了15年Tic Tac舞 其實為甚麼可以堅持到那麼久 中間有沒有想過曾經想放棄 其實中間有一段時間 是想過不如轉做其他東西 但是始終一起起來 沒有工作的時候都會想著腳痕 始終都要回去做 我很想做的 中間有想過其實做甚麼 其實想著… 如果真的放棄的話 就是普通可能是打工 打份工在辦公室上做文職就算了 好 要堅持自己的理想 其實你接下來的目標又會有甚麼呢 我想繼續做多點有Tic Tac舞的演出 令到多些人愛上這個運動 就像我們不同國家或不同地區 其實跳Tap Dance是很普通的 就像玩音樂一部份 但是本地可能比較少 希望可以再一路發展 我們要聊一遍 大集 nas發 多過 MD 大家